看我的手法多哇塞 剪完跟他一样帅 一颗 兄弟们 有仇必报 一向是你们沿着的做事风格 昨天记载不是吃完鱼不成人跑了吗 我正愁没有理由整他呢 今天自投了网 自己找上来了 刚才上来问我 名古屋有没有好几理发店 我再介绍一下 那你说他不是扎我的心 点我的死居然吗 那我没生气啊 我脑子灵机一动 我好说呆说说服他 让我给他剪 我爱你们笑我 我都给他跪下了 现在给那边洗头 咱说我哪会剪头啊 剔头还行 你洗个头多少年 能不能快点 我头发多啊厚啊 你跟我跟你似的 你快点洗啊 洗完我还得洗呢 你家那个洗头网哪里买的 真好 洗块送给你吧 你咋还屎成了呢 不脚头吗 不是我刚才洗头的时候 仔细想一下哈 当然我没有什么恶意 你说 就你的脑袋 你不知道给我这样自身的安保 要不还是明天自己出去 你听没听说过 两个理发师的故事 无耻 我给你讲讲 从前有个小镇上 有两个理发师 一个发型很挖赛 一个发型不挖赛 你觉得哪个手法好 挖赛哪个呗 愚蠢 挖赛那个是不挖赛给搅的 是啊 我就属于是那个不挖赛的呀 但我现在这个手法哈 挖挖赛的不需要别人了 自己就能来 剪这样似的 别急嘛 是不是有点过分 不过分 看我的手法挖挖赛 剪完跟他一样帅 头发感觉挺快呀 嗯 你给我看那个发型其实挺简单 主要掌握好层次就行 还有就是层次之间那个过渡 也叫渐变 我给你剃完就知道了 哎 是这行吗 是是是 信我没错吧 没错没错 嗯 那我下狠手了啊 咱咱咱咱咱 嗯 一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介绍这是烤肉不够响吗 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呢 我管 你看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差不多得了呗 来 给新发型比个艳 嘿嘿 通通